以色列选举的计票工作基本结束 利库德集团在120个席位的议会中赢得30席 轻松击败赢得24席的反对党犹太复国主义联盟 选前民调显示 反对党犹太复国主义联盟领先利库德集团3到4个席位 表明选民更倾向于这个反对党的领导人赫尔佐格 他在对待巴勒斯坦国的问题上采取更为灵活的立场 主张与巴勒斯坦人谈判 内塔尼亚湖在竞选最后阶段急剧右转 承诺继续在备战领土修建定居点 反对成立巴勒斯坦国 以色列人星期三醒来 目睹了内塔尼亚湖后来居上的惊人胜利 耶路撒冷街头一位居民兴奋地说 首先对选举结果感到非常高兴 人们曾担心阿拉伯及左翼政党 他们输得很惨 我们赢了 以色列人民赢了 另一位支持内塔尼亚湖的民众说 这是人们想要的结果 我很高兴内塔尼亚湖胜选 因为没有人能比得上他 我认为他将很快组建政府 我 我的朋友和家人都支持他 我们非常高兴 利库集团在一份声明中说 目前与支持利库德集团的政党联盟的谈判 已经着手进行 内塔尼亚湖打算 在几个星期内组建新政府 VOA卫视新闻报道